现在新加坡的一个知名的一个机构 吉保置业 那么他们是在中国开设了一个豪华的养老院 时间回到不到两年前 在2022年年底 当时就有报道说 说这个新加坡的吉保置业 收购了位于中国江苏南京西辖区 燕子鸡的一个老年的生活社区 在当时的报道的这个大标题就是 首次进军中国的养老市场 那么这一次 这个设施占地近2万平方米 现在的名字叫做新月的这个品牌 是正式对外招收住户了 共可容纳约400名住户 吉保是早在2022年 刚才正如我所提 收购了南京的养老院 并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中 对这个场所进行了翻新 那么在这个豪华养老院里 会提供怎样的服务呢 包括医疗护理康复 还有这个奥兹海默症的这个护理 养老院还提供所谓的这个名字很 这个很科幻叫做反重力跑步机 以及健身池等等设施 此外啊 这个地方还为该地区的居民提供日托服务 那么根据吉保集团房地产首席执行官 这个Louis Lin在今年5月底举行的开业典礼的新闻稿说啊 其实在中国快速在全球来看快速增长的老龄人口 已经这个成为了世界上很多地区的炙手可热的一个问题 尤其是亚洲地区有很多地方是对优质养老服务的需求啊 这个需求非常的旺盛 而在中国啊 这个吉保职业也认为中国的养老设施相对较少 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口的需求 那这个新闻背后是不是啊 在中国这个人口老龄化成为啊 已经成为老生常谈这个大家都听出老简的一个问题的背景之下 中国慢慢是不是会在未来开放啊 对于这个养老这一个整个行业对外资进行更大程度的开放 那现在这个新加坡的一家企业是进入了中国 并且经过一年多的磨合呢 是开设了他们的在中国第一个豪华的养老院 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消息啊 就是老人啊实际上所谓的人口的危机本质上不是生育的危机 我看现在的人口学者或者是政治学家啊 经济学家都是在讲了这个人口下降的问题 影响了这个劳动力啊 就是中国的情况是这样 亚洲很多的国家也是这个样子 美国相对来讲呢 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实际上呢 是新移民可能起了很大的这个作用 那么欧洲实际上早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特征 那么这个 为什么说人口下降不是一个根本原因呢 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呢 人口的危机在我看起来是老年化的问题 老年化的趋势是人类健康的一个标志人类生活水平提升的一个普遍性的一种特征 那么怎么照顾上这个老人政府是准备不够的 各种政府无论是从欧洲还是到美国还是到台湾还是到日本还是到这个中国 尤其是中国严重啊 社保系统中国进的比较晚 而且全球的整体的社保系统实际上是个磐石变局 他们靠的是人死得更早 靠的是老年没那么多 但是现在老人就不死啊 健康越来越好啊 所以越来定的比较低标准的那种退休的社保就出现了很大的危机 像美国就想着办法骗你 你越晚一点去领这个钱 然后你领的更多 通过这种方式来掩盖了社保系统现在存在的巨大的危机 中国的社保情况呢我了解的比较少 不过对这个老年的照顾啊 我几十年以前就开始感兴趣 三十多年以前我就开始在美国啊 台湾啊或者是东南亚啊去参观 或者是了解这个老年人的这个公日 我们去看了一些美国的老年人啊 华人呢有时候非常高兴跟我说 哎呀我们申请到了一个老年人的公寓 非常非常啊 这是上帝给我的一个礼物 当然了就是老年人嘛 一般局局的比较杂的地方啊 整个条件啊 其实真是很难说 那么后来政府呢鼓励啊这个开发商啊 给这个老人开发房子 比如说你在某一个区域里面 开发了很多房子 那你就需要一定的搭配了这个老人的住房 然后我就去看了 老人的住房按照美国的标准很低 55岁以上呢就可以申请这个老人的公寓 我觉得年龄实在是太低 但是你去看那些设备啊令你很惊叹 很多的这种这种这个住房啊 已经达到了这个五星期的标准 我觉得甚至比五星期的酒店啊 要好很多 为什么 老年人有钱 老年人都是因而逃的 这一代起来 他们经过几十年的这种累积 无论是他的物产 还是他的如果他还有经营产品 那也是蛮多的 所以老年人在这个事情你处理得好了 未必是一个整个社会和国家真正的负担 但是这是一个呢 需要给老年人提供多层次服务的这么一个思考 就是有的老人很有钱 当然他钱根本花不完 我看我认识的一些美国老人呢 他钱真的是花不完 花不完就别别给银行了 对吧 抵押给银行 如果他能够做到一个更好的 做到更好照顾的老人院 那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 现在东南亚实际上早就描述了这个市场 比如说泰国 越南啊 都开始给予一些西方的退休老人的一号待遇 你很少的钱从这个地方来签证 就让你长期化 甚至你在这里住这个养老院啊 只要拿到美国的普通的退休金 像我这样 老工作人员了 已经报学了几十年 到了七十人死之后啊 拿到的这个退休金呢 在现在的台湾 日本啊 东南亚生活其实是很不错的 如果你没有那么多的喝酒 或者不良字号 过一个普通的日子 应该是很舒服 所以呢 其实老人的这个这个照顾的问题啊 也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 你未必一定住在纽约 对吧 未必一定住在美国 而其他国家如果能够提供 比美国更优质的这样一种 照顾老人的话 很多老人还是愿意去的 中南美洲 有很多国家就已经早就瞄准了这个市场 好 感谢何明先生的这样的这个补充啊 那么接下来还在华尔街六度之后 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 这在北京时间的6月7日开始的2024全国高考 那今年啊 中国的这一次高考有1342万学生参加 而在这1342万学生中啊 又有400多万呢 是复读的考生 那在高考之前啊 就有很多文章 把2024年的这一次的中国高考誉为 有史以来最难的一次高考 那么在这一次的高考中啊 那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的包括啊 这个没敢差一点 没敢上考场啊 这个准考证忘带了 或者是说这个交警开出绿色通道等等等等 那么在今年也有一些新的花样 就是一些中国的省份是利用人工智能来进行考场的监考 打击包括作弊啊和其他等之类的这种违规的行为 那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 包括广东包括海南包括山东 这样的省份采用了一种人工智能巡逻系统啊 来在考这个高考的考场进行监督 加强监控也确保考试的公平啊 那么在中大家也知道在中国啊 高考被认为是最重要的 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门考试 是能决定年轻人未来的一个关键 而为了进入全国的顶尖大学啊 这种竞争啊不用想都知道是非常的激烈 而在今年啊 人工智能也被中国的政府啊 用来是这个防范作弊 那其实在过去几年中 中国政府已经是采用了各种技术啊 甚至是在2015年就部署了无人机 来在考场现场监测作弊的行为 而在2016年到现在高考作弊 已经被列为了是刑事犯罪 那么就拿今年的广东来说 根据广东媒体的报道 广东省在386个考点啊 就部署了这个人工智能系统 通过图像和视频数据来检测 潜在的作弊行为 抄袭行为和其他异常行为 但是这个最终决定权就判定 考生是否作弊呢 而是由人工来进行的 人工智能系统也并没有取代人眼 由人工智能系统提供的警报信息 将由人工进行核实 而遇到争议的时候 人工监考人员将是最终的一个决策者 那么在人工 我们一直在说这个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在中国最重要的一门考试上 人工智能已经是投入到了实用 这个在除了在6月7日 虽然在明后也会这个高考还会持续进行中 那关于高考 何明先生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中国的高考有很多的弊端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但是相比美国和很多的国家的这种招生的 那种复杂的 存在多很多猫腻的空间的这样一种招生的方式 中国的高考还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公平的 除非真的是有一个领导在后面伸出黑手 否则的话中国的这种学子 能够通过这种最为公平的方式 来决定自己的人生未来 今年的这个高考比去年人数还多了 我早上看了这个消息 其实我马上也看到了人工智能在监考中间的作用 我开始看错了 我都以为那是学生带人工智能去作弊 后来看一眼不是 是人工智能实行监控 所以马上我就把它变成想点就点频道里面的其中一个节目 几分钟之后大家可以在想点就点看到这个强细的内容 这是我很高兴的一件事情 也印证了我最近两年的一支一的一种观点 我认为了人工智能就跟互联网一样的 就跟新技术的很多领域一样的 中国的应用能力非常强 不但是应用能力非常强 创新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人工智能一都不像那些想当然的整天唱谁中国的人讲的那样 好像人工智能西方把中国完全隔离了 美国完全拉开了跟中国的距离完全错了 感谢何必先生的补充 那么在今天的华尔街六度里还有一条消息是和人工智能相关 那么在说到这个话题 我们先把一段小视频放出来给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一段视频你看了之后 先看这段视频 再来跟我们说这段视频的观感 这段视频展示的是一个人在吃面条 我们也请导播把这段视频给放出来 那这段视频正是这样 这个你看起来乍看之下 这个三四秒的视频好像没什么 但是这段视频是来自于中国企业快手叫做可灵视频生成大模型 所根据一段文字生成的AI视频 那这段AI是这段吃面的视频 那大概的这个生成的文字是一个中国男子正在镜头前吃面 大概这样的一个视频 其实在过去两三个月 这个OpenAI文声视频大模型 SORA公布之后 其实中国有大量的企业争相加入这一个赛道 那文声视频的大模型也在过去的一两个月的时间迈入加速的阶段 那在6月7日这一天 中国的这个快手叫做可灵的视频生成大模型 官网是正式上线 官网上也是放出了数段展示的视频 也称开放了这个重测体验 那我看了他举出的这些吃汉堡啊 这个科技狗在海滩啊等等的例子 但是这一段 中国男子在镜头前吃面的视频啊 是最让我震撼的 因为无论从他的环境光线 还是从他的这个面部肌肉的动作 还是说他的面条的细节 还是这个手指呢 吃面的这个男子的手指啊 还是稍微能看出一些人工的痕迹 以及这个筷子尖端的金属的细节呢 其实还你如果重复看好几遍 还是能看出一些破绽 但是你乍看之下 你会觉得这一段视频非常的自然 非常的如同是实景拍摄一般的 那么根据快手自己的介绍啊 他们的这个叫做可灵的视频生成大模型 是能够生成大幅度的合理运动 能够模拟物理世界的特性 具备强大的概念组合能力和想象力 生成的视频分辨率高达1080p 时长这个比较厉害了 高达两分钟 他可以生成120秒帧率为30帧的视频 并且支持自由的一个宽高比的调整 而现在这个叫做可灵视频生成大模型的 AI创作功能啊 正是开放文声视频的功能的这个邀请测试 支持创作者是申请并体验这个可灵大模型最新的文声视频功能 而图声视频功能啊 据说也将于近期开放 那么这段这个快手是推出这个叫做可灵的视频生成大模型 是非常出乎意料就他放出的这些视频片段来说啊 我觉得是非常的真实啊 刚才我也说了这个吃面的视频 可以说是非常用震撼来形容啊 也不为过 呃呃不知道和平先生怎么看快手的这个模型啊 OK首先我们讲的警惕一点啊 小心一点就是因为互联网啊 你展示某些场景啊 它是在什么情况之下产生的啊 是及时还是说经过了修饰 还是说呢 有没有一些论文 或者说呢 开源的系统啊 来考证啊 你这个生存的方式啊 是符合啊 这个基本上的产业的这个要求 创作的要求 如果说你进行了某一种加工 或者某一些必要的一些人为的因素 你产生一些视频的效果啊 未必就是可以用的 在互联网上就有很多很多的这种 这个夸张的这种视频 但实际上是经过了一定程度的加工 我不是说现在的快手是这样一种行为 我是只是说啊 我们看到的都只是一个表象的一个结果 而并不了解它真实的情况 这个需要行业的专家啊 他们来进行这个判断 哪怕是我们的小羊 已经是很有科技知识了 但是呢 真正要看还是要专业的评断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昨天晚上出来之后 其实我马上就看到了 看到之后呢 我就 还下载了几个在观察 毫无疑问 跟这个OPEN AIR的SULA相比啊 是大大进了一步 这个也是SULA的问题 OPEN AIR的问题 OPEN AIR在几个月以前出来的时候啊 还是黏黏黏黏黏黏黏 就说了不知道什么公布 现在这个OPEN AIR啊 累文教困 累呢 就是累得不断 以前啊 中国人老是说啊 只有中国人累得 你看西方人不累得 那是不了解西方人 你以为只是西方人跟你开个电梯 跟你打一个打成一个招呼的西方人吗 西方人在真实的生活中间 你不要看别的 你稍微看几本小说 你稍微看几个电视剧 你也知道西方人的内度的能力 一点都不比你们中国人差 Open AI也是陷入到了这么一种内战之中 对外来讲 美国政府也盯住 美国政府也是这样的 谁做的好 他也会眼睛发红 现在对英伟达也好 对Open AI也好 可能要展开了反冷端的一种调查 这个是同行的嫉妒 各方面现在要么就是模仿Open AI 要么就是要超越Open AI 其实同类的企业非常之多 美国公司都在投入巨大的资金 你说有的吧 我们只是看到外面资金的投入 有的实际上是内部的投资非常巨大 你比如说脸书 在人工生成的运营模型方面 投的资金是100亿美金 什么产品我们现在也不知道 不过他的社交媒体 或者是未来的手机这种应用程式 几个星期 大家就会相继可以看到这些产品 我们知道脸书已经花了500亿 搞了个人与桌 就真的是打水漂了 这个100亿我也不认为是打水漂 包括谷歌 包括其他的系统虽然做的人工制 让大家使用的比较少 但是我觉得现在还是一个非常初级的竞争阶段 但是苏拉迟迟不推出来就会被别人超越 我应该在华军论坛讲过这样一种观点 不仅仅是苏拉没有公布出来 就几个星期已经公布的4欧系统好像很多功能都没有展示 OBRI现在是急于保持一种领先的姿态 但是能不能真正领先是个问题 技术这个事情呢 不像我们这些门外汉看的比较神秘 科学家们就告诉我说 实际上技术只要一上来 几个星期之后 聪明的人专业的人 基本上都会找到破解的方式 而且很有可能会比你做得更好 而这样其中一位人士呢 类似的观点是来自于最近丑闻很多的士大夫大学 士大夫大学老是出丑闻 但是老是出一些伟大的了不起的科学家 其中之一就是台阶电的首席科学家 那么他就讲了这样一个中国在技术上追赶的这种能力 非常有意思 在思想新军报我们做了一个特别的一个报道 讲的实际上 或者说在很多的程度上比我讲的还狠 实际上在科技的创新方面 中国已经把某些国家给摔开了 好感谢何斌先生的补充啊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华尔街六度的这个所有焦点新闻 或者是重要话题的讨论啊 那么 好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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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感谢